第711章单刀附会 自古瓜田吃瓜人 一代新叉叉新瓜 布周山神满脸感慨的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后生可谓无衰矣 未冤 无声这么惨烈的事情 您能不要一脸感慨还加了几分羡慕的表情吗 您真想要的话 咱们交换一下下 不不不 这个就使不得 使不得了 布周山神似乎是知道未冤在想什么 连连摇头 道 老头子就是觉得你真 你真 那什么 老者憋了半天 感慨出一句 真挺行的啊 那我想要问你一下 狐狸仔 你打了西王母的头之后 还要做昆仑之脉的山神 是个什么感想 未冤 无声有人说过老伯 你说话自然附带找茶的味道吗 你披我瓜是吧 你是来找茶的对吧 对吧 布周山神似乎也知道 自己这句话有点不大好听 干笑着转移了话题 道 不过 虽然耶鸣这小子是退去了 但是你接下来要走的路可同样不好走啊 要求你孤身一人带着长西去建金屋 名为交换 实则那里必然是一重重显地 长西的性格是愿意避免不必要的争端的 但是金屋大日 哪怕是经历了兄弟反目 兄长近死这样的经历后 已经彻底脱胎 换骨变得沉稳冷静下来 其秉性上仍旧是赤裂霸道的 魏冤缓声道 他现在的实力 布周山神道 嗯 小家伙你应该知道 大荒之外还有其他世界对吧 而这些诞生于绿系的世界里面 同样存在有大日普照 这些大日 恐怕都是现在金屋的倒影 为冤神色微明 布周山神眼神微有怜惜 叹息道 是否超过了你的预料 或许 你弄错了一点啊 狐狸仔 我听你之前所说 你们的人间也有太阳 不 那最多只能说是大日 是星辰的一类 太阳这两个字 大概是你实在 是太过于熟悉了 将它和大日放在了一起 但是 这神代的太阳二字 那什么是太阳呢 太为极致 阳为阴阳两仪 太阳 并非是那一颗星辰 而是代表着最为极致的阳 代表着两仪当中 最为爆裂的力量 布周山神道 不提单纯的力量等级和能爆发出的威能 以境界来说 或许五千年的它 是大日 无拘无束 天地之子 每日里行走大荒 此处饮酒 那边欢乐 每十日行走大荒一次即可完成职责 而后 便经历了天地巨变 自己亲手犯下了巨大的罪孽 同年好友怒而拔剑朱杀了九个兄长 血债血长 本来怀揣着无边仇恨痛苦 却看到自己的好友自尽在自己和父亲面前 自此长姐自求太阴心 再不出现 母亲被父亲禁足不准再步履大荒 求无可报 心无所依 而自己需要担负其当年罪责 以千万年的普照万物去补偿十日横空带来的后果 一日不得休息 也永远无法去看望母亲和长姐 如此的遭遇不能不说痛苦 而只要不曾被这岁月的折磨击垮 必然脱胎换骨 现在 他的境界 已经足够被称之为太和阳这两个称号了 以你们人类的称呼 或许应该称呼他为 太上九霄至阳天尊 为冤 老者感慨道 不要这幅难看的脸色 五千年岁月 你自己都从一界凡人步步走到了现在这样的境界 为何会觉得自己的对手永远在止步不前 若是那样的话 以前也不会他声音顿了顿 道罢了罢了 看来啊 说好的几顿饭 是吃不到歌 不周山神拂袖起身 看到为冤凝重的表情 伸手在他头顶一敲 洒脱笑道 老夫说过 我不会插手人间和大慌的事情 嗯 最后再与你说说吧 你或许会觉得 这样强大的对手 人族该要怎么对抗 但是 不要钻牛角尖了 人间需要对抗的 从来不是太阳不是大日 就像过去 你们人间的国度之间的争斗 百姓不需要去和前线的冰江厮杀 而持剑的人也不用去尝试炒菜做饭 冰对冰 江对江嘛 顶尖的神应该交给顶尖的人族修饰 寻常的人族也自有寻常人族应该面对的问题 只有他们能解决的问题 人间若要和大慌对抗 不应该是哪边那个才是正确的道路吗 还是说 狐狸在你认为 力量才是一切 不周山神微笑着道 但是力量并非是一切 咆哮在山林的猛虎 和天上柔弱的飞鸟 在这世间的眼中 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生老病死 但是却同时有猛虎能做到的事情 和飞鸟能做到的事情 也因此世间可以多姿多彩 我想我虽然睡了很久 但是浩浩颜黄数千年的岁月 不该只有刀剑吧 应该也有其他的有趣的东西 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那将会是其他人的战场 面对岁月而悍然拔剑 拼尽了一生的智勇 传承意志和文化 而面对大慌的部分 则是你们这些战事的战场 人族要和大慌各大不足的生灵竞争对抗 是整体的 是文化 是国家 是心器和精气神的 全部的对抗 而不仅仅是力量 你们的职责是护卫 可有些人的职责和天赋是创造 有些人的职责是将知识和价值传播给后代 你可以说 没有剑就没有这些 但是你能够说 代表着护卫的剑 比起代表传承的人更重要吗 不周山神首长在为冤头顶揉了揉 拿起剑是为了守护 但是却不要本末倒置 若是所有人都只知道力量 那么你们要守护的那些东西在哪里 只剩下了兵器和力量的炎黄 遗忘失去了其他 还是你们愿意为支拔剑 不惜赴死的那个炎黄吗 为冤道 但是或许总有一天出现那样惨烈的一幕 老人的神色凝重下来 道 那么 他道 那就是你们的失职了 不周山神起身 看着远处的天地广阔 白发微微略动 身材高大 一身寻常布料的衣物 却俨然有令人难以忽略的雄魂气魄 老者常叹息 突而低语而歌 天意 天意 八柱何当 东南何窥 九天之计 安放安属 此方之门 其谁从焉 七北辟起 何气通焉 不周 不周 八根天柱为何而诞生呢 东南一侧为何塌陷呢 九天之计 又需要方在何处呢 此方之门 谁来谁去呢 老者右手背负身后 白发微扬 突而洒脱大笑 转而高歌 八柱何用 我今当也 九天还宇 孤首安也 此方之门 唯无从也 七北必义 唯无存也 哈哈哈哈哈哈 浩浩天地 无今归矣 无今归矣 白发老者 突大笑树生 踏前一步 恍惚间 仿佛天地震颤 万山其名 未冤都被震动得后退半步 抬起头来 老者已然消失不见 可携山超海 其速不可追 其力不可测 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既然没有因果 那么宁我便原法已尽 江玉石为原 突如其来 别离石洒脱 不留于恨 魏渊抬起头 远远而望西北天域 似乎看到一座高山耸立 似乎是老者白手 而后 云聚雪落 再无所见 江大义在手的消息 广泛传递了出去 身穿金色华服 梅雨之际似乎 似乎却要比这金色华服 还要更雍容明亮的青年 站在关押着大义魂魄的特殊所在之前 青年眉心一点金色的火焰痕迹 让他的旗帜更为明亮 背后有模样清冷 气质疏离的女子 很少见到你会离开太阴广寒宫 金屋低语 转眸看向自己的长姐 要去见见他吗 不必 太阴恒鹅语气冷淡漠然 是吗 金屋不置可否 恒鹅抬起头 看向这个锁着人族千古第一战神的屋子 居然只是一间寻地木屋 上面盖着茅草 能够遮蔽风雪和雨水 这是当年他们亲手建造的昏房 恒鹅道 为何 是以此物来困他 金音道 千古以来 能困得住他的 只有这里 二十岁便可以一件贯穿大荒 寻着因果射入自己父母屋子的门檐上 止入三寸深 他的实力你知道 哪怕是水神贡宫麾下防风式巨人的锁链 也无法锁住他 哪怕是祝容亲自敲打铸造的枷锁 也不能止住他的脚步 金屋语气听起来冰冷无情 能锁住他的 只有记忆和过去 横额点了点头 金屋拂袖 道 我还有事 先不奉陪了 转身离去 横额安静看着曾经一砖一瓦 如同凡人那样修建的屋子 想到自己偷偷从太阴新出来的过去 神出手指触碰屋子的木门 只要稍稍用力 这门就会被打开 他就能走进去 就像是过去每一次那样 但是却最终收回了手掌 一座古朴的墙壁 横额靠着墙壁坐下来 把头埋在膝盖里 额头轻轻触碰着膝盖 屋子里被锁住的大义魂魄本字平淡闭幕 却猛地睁开眼睛 眼底浮现出惊恶 复杂 怀念 下意识抬手起身 可是带来的只有锁链的名笑 大义张了张口 痛苦地闭上眼睛 一墙之隔 太阴横额抱歇而坐 大义也只能靠着墙壁 此生不得相见 经乌顿光而去 瞬间出现在极远之处 回眸去看 看到自己的长姐 以及那自己费尽心力保存下来的 曾经过去做客的屋子 抿了抿唇 语气仍旧冷淡漠然 此地方缘百里 全部生灵撤离 不得 在此叨扰 是 其余众生诸神回应 全部撤离 经乌深深看着那一幕 旋即回过头 自己也瞬间远去 在这里只剩下了大义和恒额 安静也好 而在两日之后 在这附近 大荒诸多士族的强者汇聚而来 大多都是带着为朋友血亲复仇的念头 煞气逼人 曹操杂杂 哪怕是经乌坐于最上层 因为没有出生压制 这样的声音也便仍旧存在 规矩在一起 不过 大部分的都不会认为 那个人族会来 这一次和上次可不一样 上次是被有心算无心了 措手不防 被那人族占了先机 现在这一次可是瓮中捉鳖 摆下了阵势让他来 更何况 上一次他是有大义在才能活命 这一次连大义都被击败了啊 不错 是急 更何况 还有另外一点你们想过没有 那狂徒挟持了帝飞 而现在离开大荒的各处节点都有重兵把守 他的生机 只有靠着帝飞 才有机会通过这些地方 离开大荒 而他如果说交换了大义 那么 哪怕是活着离开了这里 也决无法活着离开大荒了 啊 原来如此 确实啊 一位持剑的神灵厅旁边青年的分析 连连点头 只觉得对方说的头头是道 符合一切的逻辑和常理 吵杂的声音始终都在 那人要是来了的话 岂不是傻子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 通而 他却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 下意识回过头看向让他觉得异常的地方 仿佛是有某种黑色的云雾压了下来 一种如同会蔓延的猛兽般的死记和压抑飞快的传播开来 这样的氛围几乎压下了那种嘈杂 让安静和死记如同无形的恶兽般飞快的蔓延 连这么多诸神汇聚在一起的气势都仿佛被压下来了 像是被一柄剑狠狠的披展开来 很快的 全场安静下来 所有的目光看向一处 脚步声慢慢靠近 一名青年出现在了前方 带着长息 一时间 刚刚的那名神灵张了张口 不知为何 有种被触动的感觉 争争失神 说不出话 他真的来了 总有些选择 超越利益 总有些事情 跨越生死 这样孤独的勇气 哪怕是诸神都要为之动容 为冤退后半步 让长息往前 抬眸看向那位已精正的太和阳 这两个尊号的金屋 我来了 大义 在哪里 第712章此心此至 千秋不易 孤身赴宴 在一道道骤人生树的目光中 为冤坦然的注视着那位天地之子 最后的金屋 身穿金色衣物的青年起身 一双瞳孔注视着为冤 你果然会来 我当然会来 金屋不知可否 看向那位尊贵的地非常息 道 虽然这句话由我来说 并不那么恰当 但是 人族 你不该来的 为冤 无声这样的对白是否太过于熟悉了 他古怪道 可我还是来了 为冤吐出一口气 身穿华服的金屋招了招手 被锁链捆腹的大义被带了上来 两日前恒娥在那木屋前坐了一日 而后便离去了 现在天空中有十一位太阴星 唯独是恒娥不在 为冤看到大义 看到他仍旧是熟悉的面容 只是相较于过去战魂的飘渺不定 此刻却带着一种真实的破碎感 纵然出现了裂痕 但是至少是真正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真灵 为冤点了点头 长西平淡道 那么 人族 你我两亲 他声音细微 道 下次再见 便是仇敌刀兵 为冤道 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会把那一份过桥排骨给你补上的 地飞长西想到那被喂了路边野狗的小吃 面色一宁 微微仰起头 冷哼一声 旋即迈步往前 身上的遮掩散去 重新恢复了容貌绝世 天下无双的清冷天神 仿佛明月落于地上 诸多天神齐齐行礼 十一位太阴心簇拥而下 飞腾而上的地飞回眸 看到一身寻常不一的人族站在大地之上 嘴角一丝温和微笑 道仿佛送别友人 一时间 过往一段时间的经历 竟恍然如梦一般 未渊看向金屋 后者神色漠然 反手拔出一柄短刀 睁然脆响 猛的一盏 束缚住大意的锁链 寸寸崩断 而后手掌按在大意后背 猛的发力 将大意推掠向未渊 未渊瞬间化作残影 掠向大意 将虚弱的真灵背负身后 脚下儒家说卦之相变化 顺势而动 以不可思议之速度瞬间后略 大意的声音在未渊耳边响起 速退 未渊本就没有什么在这里停留下来的打算 当然立刻变退 无边炙热之感瞬间浮现 天地之间 在没有丝毫的黑暗之处 时日横空的壮阔 灭食之节 曾经引动巨大灾难的狂暴力量 此刻已然是收放自如的境界 未渊瞳孔收缩 时日横空 大荒还缺一个厨子 一个史冠 身穿锦衣滑服的青年左手背负身后 右手五指握合 时日横空 旋即便是九星连中化作长枪 最后那一轮大日化作长枪枪风 于是这破解为灾的力量便握于掌心 嗓音默然 不如留下来 不必了 我真的想要为他们做饭的那些人 可不再大慌 厨子也是挑食客的 为渊洒脱大笑 抬手五指一握 天空之中 爆裂的雷霆轰然炸裂 充斥着压抑的乌云瞬间压下 如同银龙的雷霆奔走 最终为渊双瞳之中泛起紫电 脚下轻踏 袖袍翻卷 边缘处有最为凌冽浩大 刚正之气浮现 雷光缠身 速度猛然暴涨 时日横空 乌云待世 天空之中是神的微光 大地之上 缠绕雷霆的凡人奔走 就连诸神都一时间失神 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岁月 那个属于英雄和传说的时代 金乌双眸威脸 猛的一枪刺出 时日横空 一枪贯之 为渊凌空转身 雷火焦瘁 化作长剑 而后猛的一剑刺出 故人归故里 出昆仑 入长安 神代枪术的极限 人间剑术的巅峰 仿佛一整个世界怒吼的雷霆声音和大日凌空的暴虐瞬间冲击在一起 诸神耳畔一阵轰鸣 眼前一花 雷霆的光和大日的光让他们一时间失去了视野 眼前为独白茫茫的一片 亲神为之所夺 许久后方才逐渐恢复过来 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几乎可以埋葬一座城市的巨大空洞 焦黑色的眼睛之上 雷光游自缠绕着 诸神只觉得心脏疯狂跳动 口干舌燥 抬起头 看到那位大荒少君覆手而立 神色平静 天空之中时日凌空的异象收敛 一道雷光奔走 瞬间远去 那人足大笑声音传来 今日一枪 多有所得 他日在见 还均所求 告辞 有神灵卫队要上前 金屋抬起右手 阻止了这些羞士 语气冷淡 道不必了 他们总会想要离开大荒的 到时候 在关卡和裂隙处不防兵马即可 他也受伤了 而且受伤不轻 神将恭敬应诺 却没有注意到那个也自前藏的风雷激荡 金屋看着远去的雷霆 脸了脸眸 回首去看 望向那一座老旧的木屋 其实 像今日这样多少带着些许意气的局 让对方单身赴宴 故意进入险地 究竟是存了杀意 还是说打算要像那个男人 向大义证明 如同他那样的傻子 只是个天地间的意外 你虽然为人足为苍生而无愧 但是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了 世界上的青灼黑白 本没有那么清楚 哪怕是现在经历了五千年的岁月 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大荒少君 沉稳威严 喜怒不形于色 但是心底还是有一个孩子在茫然无知地问着 为什么当时候你选择了苍生而没有选择帮助我们 为什么呢 帮助亲人 难道不也是人类推崇的道德吗 或许理智上已经能够明白 但是心底的那个孩子始终存在 当世上唯独你会选择那种事的时候 那种事情在世上其余看来就是错的 太阳是最光明之处 但是只是这太阳 却只是会带来永远的黑暗 但是 这样一定要证明大义识错的想法 是否也是过于孩子气了 大荒的少君沉默 一直回到了自己的行宫中方才吐出一口浊气 抬起手 五指紧握 掌心中一道剑痕 金色的鲜血流下 而以他的神蛆 居然无法痊愈 如同凡人一般 因为刚刚不愿意在属下面前失去了遗态 故而强行撑住 此刻突然暴露 倒是让鲜血洒落不少 伤势不重 只是因为出血量看上去触目惊心 让行宫的侍女和 近尘一阵惊慌失措 是从未见过的神话概念 杀伤力中等 但是极为难以痊愈 金屋吞咽树莓丹药 却难以加速御合 就连不死之药所凝炼的丹药也同样如此 不能加速痊愈 金屋无止卧合 尝试过诸多法门 玄机闭了闭眼 以大日轮转 岁月流逝的全能分支加持 这伤势才缓缓开始痊愈 语气平静到出自己的感受 无视神力 无视身躯 无视神话概念 而岁月能解此毒 也唯独岁月可解答此毒 一旦交手之中对手不擅长岁月之道 就会被生生拖死 亲的神话概念 旁边侍奉的神代官员金额 金屋道 既然是新诞生的神话概念 那么大荒该有所记录 无论敌我能够踏出这一步道路的都是行走在某一条路上的杰出者当留存于书卷后人尽知 那神灵官员下意识到可是那是人族是我们的金屋将其反对声打断与其平静 理所当然岁月时宜 无数的人杰出现又消失 而世界广阔 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去做 还有谁去做 我们不去记录 还有谁有资格记录呢 是 不过 少君 这一类神话概念 应该记录为什么 大荒少君重新换了一身玉白色的长服 上面有着细腻的云纹 黑发如墨 落在肩膀上 玉带树腰 垂落一缕流苏 沉吟了下 推门出去 语气平静 炎黄一脉神话概念 其名 千秋 此心此至 岁月虽宜 千秋不易 是 而在他走出行宫 打算去拜见地非常息的时候 外面突然奔来一道身影 被静卫引着前来 面容惊慌 身穿铠甲 而那有着明显神代风格的甲咒至上 却出现了道道争鸣裂痕 仿佛被无比蛮力 以某种顿气生生砸裂 不 那更像是被那种沉魂蛮力擦过 便已经是这样狼狈的模样 但是 是什么样的顿气 能有如此恐怖的压迫力 金乌道 你是 思忧不足的思童 为何会来此 我记得 你不是在铸守着我大荒的一处劣戏吗 那名神将显而易见没有预料到少军会记住自己的名字 微微一正 而后立刻俯身行礼 面色苍白恐惧 道 正是此事 要禀报少军 那一处通往人间的裂隙 那一处裂隙 出事了 有来犯者冲破了封锁 只独自一个 就打破了三万天兵的真法 谁 那神将抬起头 眼底恐惧 怀水祸君 无知其 第713章 我来接他回家 磕磕磕 雷霆奔走 而后坠入大地 片刻后 一个深坑里面 扑吃一下钻出一只手 而后身体撑起来 豪猛 为渊嘴角鲜血咳出 面色煞白 应接了此刻境界的金乌一招 哪怕是他的身体是以雷火淬炼而成的 对于火焰和质阳之气 本就有极强大的耐受性 也是被烧的五脏六腑痛苦不已 受伤了 而且伤势不轻 为渊瞬间明白了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 背后的大意一道 你情况怎么样 还好 死不了 为渊吐了口血沫 支撑着爬起来 大意松了口气 而后不解道 奇怪 你刚刚防御了 居然都没能抗住吗 他难道说直接出了权力要杀你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出了一招就不继续追杀了 不 你错了 为渊背着大意 道 我根本没防御 大意 无声不好意思 是我天真了 我居然会觉得你这样的性格会防御 清秀青年无言以对 为渊捏了咧嘴 道 防御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 还不如顺手给他一下狠的 能够让他稍微痛一下也足够了 大意 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伤得严重吗 还好 为渊背着大意 快速移动 道 真您恢复了 恢复了一部分 为渊嘴角勾了勾 道 那就好啊 哈哈 到时候找着了咱妈 磕磕 我是说 蛙黄 蛙黄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得让他老人家给你捏一个身体回来 到时候你也能重新恢复战力 为渊不断说着话 以此来让大意的真灵魂破保持专注 他能够感觉得到 大意的真灵虽然说话假为真 其实仍旧还不完全 处于一种极端虚弱的状态 需要带回去 不知道直接逼着大意把博物馆那一颗养魂木的叶子全啃了能不能恢复过来 话说大意是吃素的吗 实在不行的话 我和圆爵两个想办法把那养魂木料理成菜试试看 比如说摘了稀嫩的芽儿 捉水去掉苦味 然后捏紧了 拌着些煮熟的粉丝 炒熟的鸡蛋和切碎的豆腐干做馅儿 然后往里面倒一勺好香油 包成饺子 然后再调一个哪怕是斜垫子占了都好吃的料碗子 逼着大意吞了 必须得活学活用啊 这一身的厨艺 不用可惜了 魏冤心底里转着法子想着让大意回家就吃草 大意沉默许久 道你真的不该将长息和我交换回来的 现在就靠着我们两个 想要从重兵把手的大荒劣系回到人间 不是简单的事情 还是说魏冤其实你已经有计策了 计策 没有 魏冤爽朗回答 大意嘴角抽了抽 不愧是你 魏冤背着大意 道 我会活着回去 你也会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我总不能把你扔在那里不管的吧 大意沉默 突然就想到了之前主九阴在清醒之梦当中所评价的那些话 像是轩辕这样的人 他个人的勇武不及吃油 而谋略上不如九天玄女 于不算上不如丰厚 单纯的力量上甚至于都不如立幕 但是啊 为什么那些一个时代的雄姐们会汇聚在她的身边呢 朱九音说 时代最需要的 恰恰就是这样不顾一切能够踏破黑暗的人 之前只当作了朱九音是在野鱼 但是大意现在突然明白了 如果说是那些杰出的人 他们是会分辨局势 会陈述厉害 会做出恰当的选择 但是当你陷入黑暗的时候 只有那些家伙会踏破黑暗不顾一切的伸出手 将这个时代所有人汇聚起来的 并非是聪慧 不是智谋 甚至于不是勇武 而是那种绝境之下的孤独勇气 是踏破黑暗的火焰光芒 终究还是不如朱九音你看得更清楚啊 魏冤道 对了 大意 你的见识 是哪里来的 嗯 问这个做什么 大意道 将见识给我的那位 和我做过约定 要求我发了誓言 不准泄露他的身份 誓言 不准泄露身份 不知为何 魏冤突然想到了和不中山神亲下誓言的伏羲 他道 是伏羲吗 嗯 大意微惊 魏冤却觉得头痛 他沉默了下 道 朱九音说 伏羲在补天之事三百年后 起身前往了神代外海之地 而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朱九音的魏格 足以能观测九幽和人间 他说的话 极为可信 如果说伏羲在这个时间段里出现在大荒或者三界 朱九音不可能没有察觉 魏冤说完之后 大意心神震动 和魏冤一同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沉默当中 两个人都察觉到了这里面的问题 要不然 就是伏羲甚至于施展法门 规避了作为十大巅峰之一的主九音 来到了人间 交给了大意射日剑 这代表着十日横空的隐秘 代表着一射九日之事的背后推手是伏羲 而另一端 假如不是伏羲的话 那么就代表着 存在了某种有实力有根基化作伏羲的某位存在入场 一种压迫感浮现在了魏冤和大意心底 而大意张了张口 突然道 那地时没剑矢 我已经用了 如果说 剑矢真的有问题 魏冤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说剑矢真的有问题 那么大意用了那剑矢 简直就相当于在给那边的幕后推手 无论是伏羲 还是说有根基能假冒伏羲的那位发了信号一样 几乎百明了车马递在脸上写上 我大意又回来了 快来利用我几个大字 魏冤嘴角抽了抽 道 没关系 虽然我们的脑子和这帮老 老家伙比不行 但是我们这边现在也有大脑了 而且是复数的大脑 到时候把这破事直接交给 煮酒阴和阿亮 然后顺便告诉他们这是个考核 看看谁更厉害一点 魏管主无比娴熟地甩锅 附带使用了拱火技能 大意惊恶 这样简陋的说法 他们会终继 魏冤沉默 魏冤若有所思 大概会 毕竟激将法这计策 虽然简单 但是特别好使 大意忍不住失笑 两人奔走 但是很快的 魏冤慢慢的察觉到了 有些不对劲 他现在极有雷火之速 这是类似于此刻体质 自然附带的天然神通 但是这样的速度 天空繁星的星象 居然始终恒定 仿佛群星烈速 以此为中心旋转变化 魏冤终于察觉到了极端的危机 大意的面色骤变 师尊 魏冤瞳孔收缩 猛地抬头 前方轻蚀凌寻 悠悠动销声响起 一名青年平静而立 放下手中冻枭 与掌中微悬树周 右手背负身后 双筒安静 注视着魏冤 于是群星烈宿 森罗万象 都仿佛刹那止住 魏冤脚步皱指 是世界令他驻足 字牙缝里面挤出来的两个字 帝骏 神代战力第一 无可匹敌的三界八荒 第一强者 魏冤 我对你有印象 帝骏的声音平淡 当年你带着 李尔离开周都的时候 我在看着 魏冤嘴角尖南地扯了扯 突然动念 直接将背后 那心神失守的大意 送入了摇池之中 吐出浊气 看向前方的帝骏 道既然说 西王母都可以在人间游历 和他地位相仿 实力还要更强的你 应该也不会是闭门造车的 称呼帝骏似乎不是很礼貌 不知道 你在人间的名字是 前方的大荒帝君右手背负身后 想了想 到 我在人间游历的时候 多在楚的 化名太一 不知道这个时代 是否听国 草 魏冤额头抽了下 神州楚的神系最强 东皇太一 是你的马甲 而这个时候 哪怕是迟钝如魏冤 也终于明白了神代的局势反映到人间来是什么 东皇 西王 如果说 将东皇太一和东王宫一体说融合起来的话 那么就代表着 一者东王 一者西王 这两者在神州神代的传说起源 恰恰代表着大荒和昆仑的某种对峙关系 而锦随其后崛起的人亡 就是始皇帝 不过那个时候的西王母和帝君都不在人间了 魏冤五指松开 而后在帝君略有诧异的目光中 居然强行顶着群星万象的压迫 一点一点直起腰杆 五指握合 眼底雷霆奔走 道 那么 时间紧迫 不知道太一你拦在我前面 是为了什么 帝君道 你略走了长溪 啊这 魏冤突然觉得一阵心虚 帝君右手轻扣于消 语气平淡 而且在我闭关的时候 杀戮我大荒诸神 数次闯破了大荒的典仪 做下了这些大事情 难道说 魏冤你觉得你和我大荒 是和平的关系吗 魏冤回答 当然不是 天地平淡道 一招 若是皆我一招不死 可走 一瞬间 真实不虚的杀鸡 无边狂暴的压迫感落下 魏冤温哼一声 只觉得天地万象都仿佛要砸下 却咬牙回答 好 无知缓缓张开 而后一寸一寸抬起 骨骼的声音咔嚓作响 哪怕是气势都让魏冤身体被压制 但是他无止猛地握合 今月的剑鸣爆起 前藏于暗处的耶鸣亚异不止 居然 主动出招 居空中 雷霆和烈焰奔走 化作了一柄剑 魏冤低河一声 而后居然顶住了天地的气势 猛然踏前 面色煞白 口中鲜血流出 但是仍旧快速地奔向前方 似乎是受到了天地和群星万象的压迫 其气势越发地明炼爆裂 最终双目怒张 掌中之剑递出 在帝郡这样磅薄的压迫之下 魏冤的精气神被迫凝聚到了巅峰 一剑递出 是前所未有的巅峰 剑光居然演化出了烟火红尘 而后红尘万象不断蔓延 隐隐然出现了昆仑景致 出世入世瞬间合一 抵达了过去都不曾抵达的新境界 但是耶鸣却不得不遗憾叹息 不够 这一招 只适合当时的开明剑手相仿 但是开明剑手本身根基 还要雄昏于此刻的魏冤 开明剑手下场是一击毙命 眼前这人族恐怕也 必具手中的玉霄抬起 如同之前的一幕重演 作为三界八荒无可置疑的单体最强 击碎了魏冤的剑光 而后玉霄点向了魏冤的眉心 这是真正的和天下第一的正面交锋 这就是杀死与实的力量 魏冤咬牙怒视这一击 前所未有的死地 没有谁能帮忙 势必死之绝境 突然 天空中一道流光猛的落下 如同寂灭 帝君的玉霄抬起 点随了这如同寂灭的光 而后 这位大荒的君王停止了动作 没有继续出手 缓缓抬眸 道 西王母 即使抖人一收 魏冤捂着胸口 半跪在地 咬牙支撑不肯倒下 龙吟虎袍的声音丝鸣着响起 你唯一西风为马 云之君西纷纷而来下 枯骨色西鸾回车 先知人西恋如麻 昆仑之主的气魄 哪怕是魏冤都是神 一道身着羽衣的身影落在魏冤身前 挡住帝君 保护着他 魏冤抬眸 而后瞳孔收缩 不敢置信地低语 绝帝君道 新一代的西王 你闯我大荒 所为何事 少女回答道 我来大荒 带她回家 第714章西王母如是说 数日之前 龙虎山 天师府 你希望借我们的力量 逐渐开始回忆起一些东西的天女 把好奇地看着前面的小妹 龙虎山屋子里 作为兵家始祖之一的九天玄女 也显化出行 看着眼前过去很安静 现在却下了这样决定的少女 她们本来是要拒绝的 九天玄女皱了皱眉 不 不提你要借助我们的全能做什么 只是一点 绝啊 你现在的实力和根基 哪怕是我们愿意分出来力量交给你 你也无法承受 绝 你要有什么来说服我们呢 九天玄女的嗓音微致 眼前最为柔弱的天女绝身出手 白皙掌心之上 昆仑玉书浮现出来 昆仑玉书 当然没有什么 每一位天女都有 但是 在昆仑玉书之上 此刻却有一个个名字烙印在上面 泰山山神 恒山山神 天山山神 一道道泛着金色的名号存在于此 而让九天玄女和天女拔洞容的 是这每一个名字 都是直接和绝签订了契约 并非是以昆仑的权势压下去 也不是以玉书为一瓶来完成 而是亲自一个一个去拜访 陈述厉害 甚至于有被赶出去的经历 而后 以平等的姿态 和对方完成了天地大道见证的契约 彼此不复 而这一个过程 在最初苏醒的时候 为了寻找西王母的踪迹 她就已经开始了 一位白发老者的虚影出现在少女的背后 拱手道 老夫 泰山 清冷女子的声音回应 横山 天山山神在此见礼 落水之河 九曲回荡 九曲黄河 见过诸位 而后是凌厉险峻的声音 华山 在下松山山主 见过两位 一道道烙印亮起 代表着神舟浩瀚的山神和水神 虚像站在少女的背后 捧着玉书的少女背后 已经是人影床床 她们形貌不一 她们眼瞳明亮 她们每一尊身上都有着少女亲自拜访后缔结的契约 九天玄女豁然起身 女拔的手掌微顿 泰山山神嗓音平和 道 绝姑娘愿意以真心帮助我等 而此刻有所求 我等自当全力以赴 不知为何 九天玄女突然回忆起来数千年前 希望母娘娘要带着她们前往人间的时候 她拒绝了 因为水流不愿意前往炽热之地 拔拒绝了 她要寻找着耕臣的踪迹 代表着土的妹妹也拒绝了 她宁愿留在昆仑之上 愿意代替娘娘 履行昆仑职责 那位妹妹的眼里有着明亮热切的光 愿意承载万物 也希望得到昆仑的权柄 希望母娘娘微笑着汗手 都允诺了三位女儿的要求 于是出现了另一位带行希望母职责的天女 出现了兵家始祖的九天玄女 出现了游走于大荒的女拔 唯独风愿意陪着王母娘娘行走于人间 所以大地承载着山 但是却远离着山 水流只是行走于固定的轨迹 火焰不会平白地诞生于世界之上 唯独风 哪怕是在极远之处 寂寞如寒冰的冰山 颜酷如热焰的沙漠之秋 还是说青山绿水千山万众 只有风会平等得吹拂过一切 所有的原法 在一开始就已然奠定 风曾经在数千年的岁月里吹拂过山水 过往的因果在几千年里慢慢等待 直到他扣响了这些神灵的门飞 直到他在大劫之时朝着他们伸出手 于是他的鬓角发丝微微扬起 契约是双向的 正是因为平等的契约 所以一道道契约的光汇聚起来 于是衣摆之上自然而然浮现出了水文 于是绣袍之上千山重叠 苍山覆雪 民族东南 于是西王母站在了这里 唯能负担极重 方可踏足至高 九天玄女诗神 终于明白了当年西王母娘娘 微笑着询问他们时候 究竟是在问什么 拳击突然对那位主动 渴求西王母之位的妹妹觉得叹息 原来西王母并非是凌驾于众生万物 而是被山水珠神所簇拥着成就 一开始的方向 就错了啊 女把脸了脸眸 眼前少女的力量当然不如她 但是这样的根基却已经打下来了 她想了想到 既然你已经有担负我们两个全能的资质 那么借你力量倒也是没问题的 那么 你要这力量的理由呢 决道 去大荒就一个人 女拔摇了摇头 道 你已经花费几千年的时间 打下了成为下一代西王母的根基 而大荒天地的实力远胜于现在的你 人间有一句话 千金之躯 坐不垂堂 作为未曾成长起来的西王 你去大荒 过于危险 我要理由 决道 理由的话 它是昆仑目前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她可以联系到九优之主 她和清秋国的关系默逆 和人间龙虎山关系意识极好 和道门佛门都有足够的关系在 拯救她的话 就相当于 救回来了这一切的同盟 女拔沉默 缓缓点头 叹息道 理由足够 我似乎 没有什么理由来拒绝了 那么 她眸子里有一点温暖的赤红 伸出手按了按绝的头发 属于火和水的力量同时落入少女的眉心 被风汇聚 化作了一点印痕 声音顿了顿 嗓音柔和道 一路小心 西王母 而大荒之中 汇聚了风 火 水的力量 毫无疑问彰显着作为天之武力武残权能的西王母 必俊一双卧色瞳孔倒映着前方的少女 道 救人 她手指轻扣欲销 道 闯入我大荒 只是为了救人 必俊语气平淡 道 那么 我需要你给我个理由 作为昆仑之主 而闯我大荒的理由 否则的话 哪怕你是第二代的西王 我或许也要请你做客一段时间了 以新一代西王母之身 来我大荒 如此冒险 是大胆狂妄 还是说 看不起我大荒 少女身边气机转动 原本在人间时的少女发誓摘下来 黑发垂落 眉宇抬起 发丝当中缠绕着红色的丝线 神性空旷之美自然浮现 抬起手 三道不同的气机流转 经由山海万象 隐隐和此刻的低峻分庭抗礼 不许下风 清冷的声音回答 她是昆仑山神 既是我昆仑之脉之一 那么 便当归于昆仑 帝君深深看着前方代表着山海万象的新一代西王母 她可以对开明出手 但是却不能对这个西王母出手 因为西王母乃是昆仑之主 至少名义上仍旧具备这样的威慑力 如果对她出手的话 就相当于直接挑衅昆仑 路无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陆无出手 开明纵然不会站在西王母一侧 也会顺着大事和陆无联手 昆仑如此尚且无惧 但是到时候 若是归须也同时顺势而动 毕竟 归须是在神代外海 那里恐怕会有那位 还不是时候 帝君想到了那时眉射日见 缓缓收手 道原来如此 是为了属下而来 裹挟大事 西王母 你算是破了我一招 带她离开吧 但是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帝君显而易见 认为对方是靠着大事 让自己收手 这样也算是被破去了一招 纵然破去他招式的乃是这三界八荒胶着的大事 而非是眼前的两人的实力 但是被迫就是被迫了 帝君略带一丝赞赏 道 况且 为了一脉山神而能犯险 把握大事 作为昆仑之主 虽然以身犯险 稍险鲁莽 但是 并不差 也唯独如此 才能服众 帝君摇头 而后天地万象重新开始流动变化 帝君的身影已然消失不见 唯独星空永远 动消之声 若有若无 逐渐远去 魏渊松了口气 支撑着站起 看着眼前熟悉而幼陌生的少女 肚子里有无数的疑惑 可是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还是 觉你怎么过来了 这里太危险了 大事逼迫帝君 这样的手笔 是阿亮的计策 魏渊隐隐有些动怒 眼前少女摇了摇头 道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是希望母之身 而陆无和开明不在这里 不管开明是敌是友 但是只要他们两个还在远处 就能给帝君带来一定的威慑 他就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也能把你带出来 魏渊张了张口 突然意识到 眼前少女是希望母在人间游历许久 群来各种人节教导过的 是的 脑子跟不上的 只有自己 这不能怪谁 毕竟连夫子都叫不好他 魏渊嘴角抽了抽 还是道 可是 你作为新一代的新王母 贸然来大慌 也太危险了 这算是第三次听到同一个问题 绝没有了之前的冷静清冷 道 难道我就没有资格冒险了吗 就像是个金丝雀 啊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魏渊以待 解释道 可是 作为昆仑之主 下一代希望母 千金之躯 坐步垂堂 不是不能冒险 而是冒险的有对应的价值 是只有对于昆仑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 才能值得你去冒险 你 少女隐隐气恼 这次没有说那些符合逻辑的理由 只是哼了一声 然后转过头 小声飞快地道 可是 下一代昆仑之主 希望母的夫君安全 也是对昆仑很重要的事情啊 嗯 觉你说什么 魏渊疑惑 啊 没什么 少女抬了抬头 面色微红 然后还是搀扶起应接天下第一帝君一招的魏渊 道 走吧 吴知其已经把回家的路清扫了一遍 他轻声道 我们回家 嗯 第715章灯火长明 觉前来所用的希望母车鱼 全部都是九天玄女所提供 当然 排场上不必说什么 当年的希望母本身就不是喜欢这些的性格 一手天之武力武残 纵横三界 根本不需要什么外在之物 绝驾驭王母车鱼 强行和帝君正面交手过的魏渊坐在一侧 看着大荒的天下 少女回过头 看到他正看着大荒的大地狮神 并搅得黑发微扬起 只是不知何时 里面已经掺杂了白色 多少有些和阴明相仿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数次厮杀导致的惊奇神亏损 还是说太阴月露这一类宝物的影响 不知道白起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说起来好像白起和官二爷张辽他们的锦囊和安排都不一样 阿亮居然没有给我锦囊 魏渊脑海里乱糟糟的 仿佛能听到那少年某主面无表情的询问自己 给了你锦囊你会听 当然不会魏渊自嘲 所以连这个也在你的预料当中吗 阿亮 王母车鱼 大荒猪神明明发现了 但是却似乎是因为收到了命令 连有趣阻拦 宁静的夜空中 仿佛时间都变得缓慢 远远地 看到了一处战场 空气中阴晕着水汽 这里是大荒的北域 四处白雪矮矮 终年不休 于白雪之中 四处可见征战的痕迹 仿佛有某个人以极端暴力的方式拎起沉重的兵器砸在地上 地面上处处都是变形扭曲的地面 处处都是裂痕 而在这触目惊心的战场之上 因为白发青年盘腿而坐 旁边倒插着一根长棍 其中仿佛流动着的水流 青年白发不算是太长 在脑后戏成了个小马尾 只有手掌来长 金铜白发 袖袍染雪 一只手提酒 仿佛绝世高手 萧瑟从容 嗯 气质上满分 如果手上不是快乐水的话 就好了 那一杯快乐水把这高手 寂寞的气氛直接打碎了 魏冤都忍不住笑起来 想想看一位顶尖高手横扫敌寇 单人毒枪冲破三万大军封锁 战胜之后 一袍染雪 兵器到插一地 然后对月饮酒 本来是一番极有意运的事情 可是要是这个高手反手 从口袋里提出一瓶冰镇快乐水 然后竖起大拇指露出一个爽朗微笑 说一句 透新娘 心飞扬 欧耶 你只会觉得这他娘的 会不会是神州国产小广告 魏冤落下来 吴芝琪看了一眼 确定其气机虽然有所波折 但是本身的根基居然越见雄浑壮阔 比起来大荒之前还要更强了一个程度 原本多少有些博砸 现在却将那些本身都很强的底蕴 全部融住化为一体 不错 吴芝琪亚一道 强了点 大概现在砸一罐头的话 能被他寄个五万年那么强了 如果说是这个时候的陶匠给自己一罐头 那就不是鼻青脸肿了 而是直接被砸的眼冒精心当场栽倒 被这小子一陶罐放翻 魏冤道 怎么不打游戏 断网 郑辰思某些问题的吴芝琪脱口回答 其实是因为盘腿打游戏不够帅 而且要是给大荒的杀了一个回马枪 没有解决掉的话 岂不是在这陶匠前头掉了面子 这是不能忍的 而后声音顿了顿 道 既然你回来了 那就赶快离开吧 这大荒虽然大 但是连个激战都没有 想要打个游戏都打不动 淮水或军对于这一点上 相当嫌弃 魏冤点了点头 看向这辽阔大荒 道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 他从秀里乾坤的摇尺里面 拿出了桌椅 直接拼在了一起 吴芝琪好奇的看着他做的事情 而后魏冤居然取出了厨具 而后在这里开始准备饭菜式的 吴芝琪古怪 但是道也没有打扰 只是把快乐水 还有掏出来的游戏机收回去 吴芝琪顺手提起手中的长棍 站在前方 以防危险 魏冤准备的饭菜东西不多 但是还是摆满了一桌子 是神州各地的特色小吃 像是要招待远行过来的朋友 双手截到门法印 口中低语 冷冷甘露食 乏味食无量 千和留七真明明和所爱 受辞法饮食 他取出了一盏灯 是竹九英告诉他的那个法门 以金屋之火 山神之力 人间烟火锁住 放在桌子上 灯火悠悠地照亮了一片黑暗 魏冤安静看着前方 期待着是否能够等到 那些怀揣必死之念 而来到大荒的英灵魂魄 但是战死于此 便是魂飞魄散 终究是回不来的 一直等到了月色渐渐暗审下去 魏冤拱手 深深一礼 而后步步后退 那一盏灯则是放在了桌子上 不带回去吗 无知其道 多少算是一件宝物 不了 魏冤回答 灯的价值 就是在于照亮回家的路 如果留在这里 能够照亮 哪怕是只照亮了一瞬 也足够了 他会过头 看着这辽阔的大荒 在东海之外 能够吞噬天地四海之水 水位却不会增加一丝丝的 龟须大鹤仍旧安静地流转着 不周山神迈步于遥远的距离之外 在星辰万象之下 身穿黑衣金纹的帝君靠坐在树木之盼 双眸微锤 手持冻枭 欲枭悠悠 月色落于身上 一枚玉色蝴蝶落在他的肩膀 安静疏离 双柄斑白 黑发垂落腰身的阴明安静视力于一侧 最近大荒出了很多事情啊 轻柔的声音在低语着 大荒之也 十位外貌相似 但是气质却既然不同的美貌女子共存 其中名为朝阳的女子擒着微笑低语 回过头 被女娲时神保护在中心的白衣少女 此刻比起之前曾经显露于世的时候 更为成熟了些 被十位女娲之神保护着 行走于大荒 中山之下赤水河畔 轻衣女子手指缠绕着 并绞黑发 抬眸看天 天空之中 十二太阴横空 大荒之旅 虽然短暂 虽然并没能深入到这些隐秘 却已经是波澜壮阔 魏渊最后对着那一盏灯重重一挥手 走了 他似乎是期待什么回应 但是并没有什么奇迹 最终叹息一声 本来就身负重伤的他还是被吴知其和绝保护着走入了人间的裂隙 到了最后在这战场之上 唯独只是剩下了一桌子神舟的饭菜 还有一盏汇聚了天地人概念的引路灯 明明是至宝却被舍弃 灯光只能照亮一点点的道路 最后连里面的那一丝丝火焰也都逐渐消失不见 即将彻底熄灭的时候 远处却传来了脚步声 一位穿着短打的青年搀扶着旁边受伤的道人 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道长 放心 前面 我看到前面有光的 他抬起头 周围星光月光明亮 却只是看到了前面悠悠的一盏灯 恍惚间仿佛看到了熟悉的院子 熟悉的街道 兴奋起来道 你看 那里是我家乡 我和你说过的对吧 道长 我们老家那里的红油抄手可乡了 没有想到 居然还能看到家 回家了 他脸开嘴 脸上笑容灿烂 搀扶着那位道人走到那一盏灯的旁边 他眼前 看到了故乡的院子 故乡的灯火 似乎还看到了记忆里那熟悉的 做了三十年红油抄手的老伯 他搀扶着说不出话来的道人坐下来 然后大声喊道 老伯 两碗抄手 好 青年脸上带着笑 止不住地说话 这么多年了 你这摊位上还是亮娃娃的 不得了 家里的孩子怎么样 后院的树还开花不了 哎呦 和我吹垮垮吗 好多时候不见了 抄手里多放蜡子 巴适得很 记忆里的老伯不说话 端来了两碗混沌 放在桌子上 那位似乎是出身龙虎山的道长瞪大眼睛 却泥男自语 胃流满面 龙虎山 我回来了 家里 龙虎山上的蜜枣味道 师兄 那青年低下头吃抄手 狼吞虎咽 仿佛听到了声音询问 这次回来 还出去吗 不出去了 年少初穿 这一辈子也该回家了 那位龙虎道人则是尼南 师兄 我回来了 回来了 风吹而过 灯火悠悠 啪得清响 筷子落在雪地里面 空旷不存 战死于荒野 身披刀剑之痕 魂飞魄散 天地不存 然 捏一缕心火为灯 或许 尚可照亮一寸 回家之路 大乱的时代 帝郡出关 十二元臣重现人间 金乌河大义的宿命一战 布周山神重现人间 仿佛一切都回到了 当年那个传说浩瀚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神灵的身上 凡人的国度便逐渐被慢慢忽略 大荒之东 有盖于之国 这一月落雪极深 整个都城都没有什么异常 这里毕竟乃是大荒诸国当中一个国度 各类阵法普及了 在关爱处的将领早早地非常严格地完成了阵法基准 以十三座阵法检测 并无超凡痕迹 并无神通预兆 那就没事了 将领道 对了 近日边关可有异常 边关 没有啊 啊对了 也就是听说 哈哈 一路上百姓养着的鸡鸭声音太吵了 暗夜地乱叫 兵士大笑着 哦 佳琪和野兽声音太大 将领神色突然凝固 下意识转头 天空中明月朗照 他看到了一双安静的眸子 就站在了不远处 而后他抬起手 身后低士兵都掀开了身上罩着的黑色油毡布 身上黑色的铠甲被夜色吞噬 唯独那一双双眸子安静 像是来自于神秘之地的百战之士 那名将领瞳孔收缩 高呼 敌 剑簇的破空声压过他的声音 七千铁衣悬甲穿插而入 血液入国都 第二日 这个国家更名为 秦 第716章礼物 穿越过了空间的裂隙 魏冤重新回到了人间 自从也成为了昆仑山之脉之一的山神之后 魏冤对于空间变化的感悟 就要高于寻常的修饰和山神 大概是昆仑之神天然附带了对空间变化的高清合度 也因此 魏冤才能够靠着剑术展出了顾礼这一招 踏出了祭之极巅通往神话概念的一步 当看到人间灯火的时候 魏冤在大荒石始终紧绷的神经终于开始放松下来 来自于九州之上的风吹拂着面颊 纵然是凌冽的东风 都让他觉得心脏缓和下来 疲惫旋即紧随其后地升起 这种放松下来的感觉 大概是可以用回家来形容 总算是回来了啊 魏冤低语 决点了点头 回过头的时候 看到魏冤出发的时候 只是稍微有些长了的短发 此刻居然已经垂落到腰间这个位置 黑发当中掺杂白发 往日被压制下的五千年沧桑轮回之苦 便再也压不住 这事 他低声询问 啊 这个啊 魏冤尴尬挠了挠头 他本来不想要回来被担心 专门调了染发的东西 把头发染回了黑色 但是毫无疑问 泰英月华之路的效果相当的倔强 大荒级别染发剂都压不住这白色 后来连神通拍画一行都用了 但是这种变化神通似乎都抵不住这效果 魏冤甚至于怀疑这白头发是因为雷火致阳 同时符合了雷天大壮 天火大有两个卦象 直接把白发给刻到DNA里去了 不 直接是魂魄里面的变化 魏冤总觉得自己哪怕转世搞不好都是一头白发 少年白 婴儿白 老年白 辞者为大 一头白发还好不会转世成女生 要不然碰到轩辕客下的白发红桶对神州特工的DNA 搞不好会出乱子 魏冤心底吐槽 泰英一脉是对这种白发有什么特殊爱好 还是说泰英这边的头发就必须要尝到腰杆子这个位置 简直是封了四地窜 长期给他喝了的到底是泰英至纯的天才地宝 还是说泰英宫的生发剂 这东西掺点水卖到神州里面都会直接脱销的 不但能够提升到恒河修为 并且提升对月属功法的控制力 而且还能根治脱发 让你的头发永远是蓬蓬的 天火大有 君子已成恶阳善 顺天修命 魏冤想到那个卦象 自语 旁边少女伸出手指 捏起魏冤并脚垂下的白发 道没关系 回家之后 我试试看能不能变回去 嗯 虽然这白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尤禁灯枯 根基损耗严重 但是毕竟是以雷火脆体过 再加上泰英月露补充根基 这白发并不像是秋日杂草一般的质地 而是带着些细腻 像是绸带 少女手指把玩这白发 下意识缠绕在指尖 然后拉了下 呲 魏冤正在想事情 吃痛一下 转过头来 绝脸带抱歉 下意识抬眸 两人靠得极近 少女抬手 手指还缠绕着青年并脚一缕白发 四目相对 呼吸相闻 不知为何 魏冤心脏突然加快跳动了下 想要说的话也突然停滞了些 视线落在少女唇边 少女动作微顿 那一缕白发就顺着手指松开 擦过她的面颊 唯独风月 白发怎么了 白发多好 正在这个时候 旁边突然传来无知其不满的声音 愤怒道 说啊 白发怎么了 我觉得白发就很好 白发青年双手扛着水脉所化的兵器走在旁边 布满皱眉 露出右边虎牙 绝下意识松开了手指尖的白发 面容通红 转过脸去 魏冤沉默 转而怒视无知其 微笑回答 没什么 挺好的 一声公体雷火相脆 阴阳流转 三角合一的陶匠爽朗笑道 看看我这白发 更像你爹了 来 孙贼 叫爸爸 装引号问号问号问号叹号双引号 无知其愣住 而后大怒 我看你是飘了 一只手直接伸出去 扣在魏冤头顶半黑半白的头发上 魏冤反手抓住这猴子的白毛 顺势扯住这猴子半边脸蛋子 往外面一拉 直接把脸给拉扯长 露出白发水君的虎牙 连右边的金铜都被拉成了单凤眼 陶匠 努四斋掏信 你是在挑衅 就是在挑衅你 怎么 不服啊 无知其大怒 明明刚刚才从大荒就出来 就觉得一股无名火腾起 在空中拳脚相夹 正当此时 伴随着天地元气的汇聚 大地上一道水脉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只水形妖兽 昂首死后咆哮 煞起惊人 浩浩天地 许久 这水形妖兽嗓音戛然而止 抬起头看着两个互揍的白毛 问号问号探号 天空中互相暴揍的白毛低下头看着他 水中妖兽沉默 然后将应道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二位继续 我就出来换个气 出来换气 你当你哺乳动物 水里头的淡水鱼 装什么海外的蓝鲸 无知其冷笑 反手一抽 水棍直接从空中砸下 在空中就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最后如同一座山似的轰然砸下 直接把那刚刚冒头的水棍生生砸到湖里面 而后道 此地水神土地何在 再再再 再再再 哎呀我的淮水军啊 我这地方下面的屋子才刚刚修起来 这都是这个月第三回了 您能别这么暴力好吗 再这样的话 施工队的都不愿意来了 水域中就有水神浮现出来 满脸满怨苦笑 而后朝着天空树人一拱手 无知其顺手把兵器收起来 水神则是一下跳进水里面捞鱼 处理刚刚那妖怪 未约神色呆滞 目瞪口呆 视线扫过这一幕 明明是很诡异的事情 可是两边的人虽然脸上有兴奋 但是似乎已经慢慢开始熟悉了 尤其是河岸边一位调巴老哥 被水溅了一脸 却直接一抹脸上的水 兴奋到 今天见到了河神 必不可能空军 好兆头啊 哈 你说什么 空军了怎么办 哭扯 这不是还有水神建出来的水吗 最主要的是 两边居然多出了建筑 上面写着某某河水神处理所 台边很新 显而易见是新修的 那水神一会从水底爬出来 右手滴溜着一条肥硕无比的大鲤鱼 而后走到屋子里 啪掏出一个笔记本电脑 打开 噼里啪啦打字 嘴里叼着一根黄鹤楼香烟 哪儿的 几几年成经的 吃过血食没有 待会儿去龙虎山柱本河体检处 做个魂魄体检 未冤 无声我离开人间也就一个月多点 怎么了这是 在你离开人间之前就开始推进了 时机成熟之后 直接就一口气推行了 吴之旗顺手把棍子收起来 到大概是把河神之类的都收入公务员体系 配合着给了官身 愿意干的就负责 不愿意干的就隐居 每年的祭祀馆保 正好给助游科的修士练手 那老道士打算让这些水神当助游科学生的清卧考试老师 每个月都有对应的工资 不过现在又闹起来 水猴子无所谓道 大概是这帮家伙要求50年退休 然后领退休金不干活 龙虎山的老道士们和这帮水神天天吵架 也分不出什么谁对谁错 魏冤嘴角抽了抽 看着那边老老实实打算给身份审核的水怪 神色微沉了下 道水域的妖物横生逐渐苏醒 贡公的力量进一步复苏了 吴之旗环缓点头 这件事情我不会帮你们任意一方 魏冤点头 揉了揉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 晃了晃头 道先回家 不管怎么样先回家 魏冤回到了博物馆 已经做好了饭菜 火锅早已经准备好 推门的时候 少年某主微笑着等待 说亮掐指一算 冤你当时在这个时候回来 也差不多了 魏冤都一时间被震住 直到水鬼说漏了嘴 阿亮早早准备好了饭菜 只是一直以法术维持新鲜 其实不是什么未卜先知 最后被某主大人拉去小黑屋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热情交流 魏冤吃了一顿博物馆的火锅 人觉得素菜也别有滋味 水鬼特调快乐水 冰震到了最好入口的温度 一口喝下去 连日的征战和提心吊胆的感觉 都仿佛在那种气泡的感觉里面被打散了 筋骨懒洋洋的 洗了个热水澡 一觉睡到了第二天 给老道士发了个消息 张道友 最近有空吗 我有些事情的要和你商量 比如挖黄失踪 比如福西真假一云 比如布周山神复苏 比如金屋实力 老道士很快回答 非常谨慎小心 彰显出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几个人老天师吃一剑掌一掷 早就明白了这小子的路数 魏冤回答 救我一个 最多还有绝 龙虎山上 老道士和赵公明齐齐松了口气 那兄难弟彼此对视一眼 都看出对方的轻松之意 嗯 只有那家伙一个 无事无事 这一次没有拐回来什么了不得的怪物 那就没事了 看来只是惯常的过来串门 甚好 于是老道士爽朗回答 那你来吧 魏冤把手机放在旁边 沉吟了下 双手结印 心中低语 煮酒音 嗯 我在 魏冤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回到人间之后 清醒之梦也回来了 或者说 煮酒音他们也回来了 当即双目微合 真灵带着大意的魂魄前往自己的清醒之梦 当他们出现清醒之梦的时候 神农是神色微变 和行天上前一并搀扶住虚弱的大意 煮酒音皱了皱眉 看向大意 若有所思 语气冷淡 战魂化真灵 看来经历了不少事情 你们遇到了什么 他看向魏冤 看到魏冤的魂魄真灵已经是白发的模样 微微皱眉 魏冤叹息道 这一言难尽 那就长话短说 煮酒音语气仍旧冷淡寻常 灰袍广秀 露出白皙修长 骨节清晰的手掌 端起茶盏 魏冤需要借助大脑 相当狗腿子地凑上前倒茶 煮酒音颇为享受这样的待遇 抬眸看到魏冤 正要开口询问 突而 魏冤眉心一道痕迹亮起 问号探号探号 煮酒音瞳孔收缩 这一息直接飞入煮酒音眼底 一道含笑玩味的女生在她心底想起 另一个我啊 这是礼物哦 礼物 煮酒音神色微宁 而后声音消散 眼前一幅幅画面浮现出来 身着青衫的自己含笑 厨子双手刀采香蕉 满脸警惕猛逼 而后青衫的自己黑发散落 擒着微笑 双手背负身后 却伸上前靠近 笑意盈盈 甚至于伸出手指挑起厨子的下巴 那么 从她的死亡开始 至于世界归于寂灭 时间失去其意义 天地万象归于苍白 她都将彻底属于本作 属于煮酒音 岁月漫长 死亡永恒寂静 一切皆是命定于此 本作自然当安静等待 无需着急 所以 请尽管去逃吧 但是无论如何 死亡会追上你的 本作的厨子 朱酒音 无声咔嚓咔嚓 从来冷静至谋的 竹罩九幽之龙 手中的杯盏缓缓裂开 化为鸡粉 第717章询问隐秘 朱酒音的视线凝固 那一幅幅画面只是在她的眼前浮现 而其余人并无法察觉 这就是所谓的同位一体 是同一个存在在不同世界当中的显化 是同一存在的真灵的不同侧面 感情 经历 皆可以共享 或者说 那些经历和感情都是潜藏在了彼此的潜意识大海当中 平时朱酒音和另外那边的自己都很默契地不去翻对面的 而现在对面的自己直接反手扔了个深水和鲍鱼类 直接把那一段记忆和感情 以及精力全部砸在了朱酒音的脸上 于是记忆翻腾 于是情绪如同海浪飞涌 于是那些言语皆出自于自我之口 于是那些动作皆是我亲自所做 冷静 冷静 朱酒音抬起头 看到白发垂落 以目栽树发的魏渊就在前面 因为后者狠狗腿子递到茶 靠得太近了 朱酒音右手有点痒 就像是你过去曾经做过某件事情 当符合这个动作的一切前提条件都摆在面前的时候 就会忍不住想要再来一次 手腕白膝骨节清晰的手掌直接挑起魏渊的下巴 这一动作甚至于在朱酒音自己反应过来之前完成 魏渊 这感觉怎么有点熟 双引号探号探号探号双引号 魏管主的思绪还没有落下 朱酒音五指握合 化作一招托天掌 五指扣住魏渊的脸然后拧身发力 魏渊的脸颊直接像是被高速拉扯一样出现连衣 以超越流星的速度让大脑晃动 思绪直接一片空白 而后以一个周转速度直接加速到宇宙级别 然后轰然爆响 同样具备部分称天之能的竹罩九幽之龙 反手把魏渊的脑袋砸到了桌子里 空在清醒之梦之中 直接出现了一次小心和暴膜咕云 咔嚓咔嚓 大地崩裂出裂纹 魏管主脑袋埋在地里面 朱酒音柔顺的黑发炸开 喘息着胸膛一起一扶 咬牙切齿 或琢磨色翅龙门折扇的手掌死死捏紧 圈圆 无声行天 无声神龙 无声他们终于一时到了一点 这位己方大脑 同时是单手支撑九幽之国 具备有真实的 部分称天主地全能的恐怖存在 单单论力量的话 其本体主照九幽之龙 玩虐自己 赤蟒夫 赤纯度极为高的蟒夫 但是同时肩膀谋略也点满了的蟒夫 已经恢复了一部分 睁开眼睛的大义 无声大义瞅了瞅主九音 又瞅了瞅被盗栽葱的未冤 沉思 于是大义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圈圆是在下一刻反应过来 突然一下扑到大义旁边 双手握着大义肩膀摇晃 大义 大义你这么了 你不要死啊大义 圈圆满脸悲壮 他看向旁边猛逼的神农士 江大哥 我们走 阿义还需要治疗 生死不弃 不抛弃 不放弃 我们一定不能放弃他 大义想要抬起头 给圈圆反手按住 直接趴一下按回去 神农士沉思 终于反应过来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氛围总感觉会有种 随时被杀人灭口的感觉 那位面容仓骨 始终猛罩着雾气的主罩 九幽之龙在盯着你 仿佛下一刻会给你来一招 九幽物理师艺术 另一个层次上 想要试试被盘骨一拳 砸在头顶的感觉吗 神农士面容僵硬 爽朗回应 对啊 哈哈 我们这就走 一个人扛着大义的肩膀 一个扛起两条腿 吃油帮忙提起幻化出的战功 三个家伙啊哈哈哈哈的笑着 一溜烟跑远了 就剩下邢天 邢天看了看主酒音 看了那边瞬间卖队友 跑路了的几个混蛋 邢天若有所思 伸出手 拖住下巴 不儿的一下把头摘下来 邢天的头准备溜的时候 他的身体突然反抗 双手抱住邢天的头 认认真真放在了 重新幻化出的石桌子上 然后非常认真地摆正了位置 让邢天指示着主酒音 然后邢天的身体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礼壁 上香 跑路 邢天 大怒 你是我的身体啊 你回来 回来 你最近是看了什么玩意儿 你是战士 不是刺客 你当你是荆轲吗 回来 邢天的身体凝笑着回答 哈哈哈哈 想不到吧 你个猪脑子 我怎么可能有你摆布 我等生来平等 谁能高高在上 邢天的脑袋大怒 我是你的头 你的头不长上面 难道长在下面吗 邢天的身体 无声主酒音秀刨一幅 邢天的头低溜溜直接飞出去 在空中滑出一个标准的抛物线 而后精准无比地砸在了欢快跑路的邢天身体上 像是砸飞了保龄球 扑街 主酒音反手把魏冤拔出来 魏冤眼貌金星 身体万劫不坏 连魂魄都被淬炼到了相当结实的程度 满脸猛逼的看着前面的竹笼 你怎么了 你靠得太近了 我本作一时间没有忍住 主酒音面无表情 魏冤不蠢 或者作为正常人智商水准 虽然玩不过这帮老硬币 但是在吃瓜的时候具备有超越常人的天赋 魏冤瞬间想到了另一个主酒音说的同位异构体 而这一想 自然而然联想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你脸上的雾气 难道说你的脸真的是那个 主酒音面色一僵 白膝手指直接扣住博物馆主的头 反手一下 轰 远处的上古莽夫五人组脖子缩了缩 看到那边的清醒之梦里再度轰然炸开了一朵灿烂的蘑菇云 然后过了一会儿 再度轰然爆炸 传来了主酒音咬牙切齿的声音 给本作把脑子扔掉 可是 我的体质 魂魄被淬炼之后 根本忘不掉 一辈子都忘不掉啊 那我帮你 轰然爆响 大地震颤 不知道当量多少级别的核爆蘑菇云炸开 轩缘看了一眼那边的地方 震颤的感觉让他像是被按摩已按摩了一样 酥酥麻麻的 然后熟视无睹收回视线 打出手里的牌 三个二 谁要 要不起 叫地主 在轩缘再度赢了这一局牌之后 百无聊赖的轩缘皇帝打了个哈欠 一只手撑着下巴 见眉心目 若有所思 你说 阿约是知道了主九因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吗 为什么主九因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右手五指张开 扑克牌洒落一地 要不然咱们试试看问问何图落书 这清醒之梦里面是有何图落书的 在神农是一票弃拳 大意装死的情况下 至纯莽夫足以三比一的胜利 翻出来了放在清醒之梦里面的何图落书 轩缘帝庄严问道 何图落书 回答我的问题 阿约为何会被主九因如此攻击 主照九幽之龙为何性情大变 这背后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说起开 是由反手巴拉开最近在九幽认真的补人族神州的电视纪录片的轩缘地 一双默色瞳孔看着何图落书 他们的恩怨到底是什么 何图落书瞬间开始推演 而后回答道 尊敬的强大无比的九离兵主啊 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上诉到比较远之前 很复杂 请问要从一开始讲起吗 算了 那就问问最近发生的事情 好了 您的小洛前程为您服务 记得好评 Youtube和图落书上浮现出了一幅幅画面 开始演化 行天 轩缘 吃油 神农在石碑前 他们手指抵着下巴 若有所思 看得非常入神 哦哦 很眼熟的样子 有点当年大荒的建筑风格 哦哦 要开始了吗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遭遇了什么 究竟竹九阴 啪 画面戛然而止 圈圆的视线下意识往上抬起 皮肤白皙 骨节清晰的手掌扣住了和图落书 紧着微笑的竹九阴的连缓缓出现 战鼓舞大盲夫阻 呼吸骤停 反手扣紧和图落书 竹召九幽之龙膝盖重重抵住了和图落书 伴随着天地震颤般的巨响 和图落书之被直接埋葬 片刻后 这一座布满了细密纹路的石碑 仿佛然尽了一般 竹召九幽之龙语气温和 福西能拆了你 本作同样可以懂和图落书那样坚硬的材质 居然疯狂地点头 片刻后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 大意现在已经恢复了部分真灵 福西的现状存疑 蛙黄的下落更是不明 据说只有有缘分的人才能见到 可是这个世界上人太多了 怎么才能找到这么个有缘分的人 呃头呲呲呲地飙雪的为冤一本正经的完成了大荒报告 竹九英沉思 要不然 把长息弄死好了 不周山神 想法子再撞一次 魏冤 身穿灰袍 面容仓骨被雾气遮掩住的竹召九幽之龙台起头 淡淡道 你听错了 啊这 啊哈哈哈哈 我确实 确实听错了 竹九英端起茶盏 喝了口茶 语气平淡道 福西 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福西此刻在哪里 他的下落 他的目的 他的计划 以及 间接导致了十日恒空之节 还有一射九日的 究竟是不是他 如果说是他 理由是什么 如果不是他 那么那个伪装成他的 又为何能够保证 福西本身 以及和福西极为亲近的蛙黄 不会通然出现 辨认出他 魏冤神色微正 你的意思是 如果说那是福西 那就是敌人之一 而如果他不是福西 那就是福西蛙黄之谜的直接知情人 甚至于 推手 竹九英语气冷淡 所以 我更希望他就是福西 如果说 他不是福西 那么 他恐怕就是同时涉及到了蛙黄 福西 而后借助福西身份和帝君对弈 导致人神之战的直接导火索 这 要比面对福西 还要恐怖 清醒之梦当中的几人都陷入沉默 而后魏冤看向了旁边的和图洛书 轩辕沉思 轩辕同时看了过去 于是博物馆里的一堆蟒夫都看向了和图洛书 和图洛书的纹路都僵住 停止流转 魏冤道 算了 还是不难为你了 就连推演希望母都会让和图洛书宁愿自尽 这推演福西 这家伙搞不好会直接当场撞成七八块 不过魏冤道士真的有事情想要询问 他道 你现在不是本体 推演智能有限 嗯 问问看 你知道我现在能从哪里得到女挖土吗 现在女挖土的话 关乎于始皇帝 关乎于大义 关乎于羽王 属于极端重要的天才地堡 和图洛书浮腺纹路 上面不断变化 最终浮现出了熟悉的画面 魏冤正住 因为这里正是老街 是熟悉的博物馆 而后画面锁定 凝聚在了一位有着柔软而大的眼睛 容貌大气端庄的少女身上 后者擒着微笑 眼眸微弯 阿赵 魏冤念出了这个名字 而后回忆起这位少女的由来 是突然出现的 疑似是古代的修士 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 在现实苏醒过来 只记得自己的名字叫陈赵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知道女挖土的下落 魏冤想了想 正好可以问问看和图洛书 这位陈赵姑娘是哪个时代的人 历史上有些什么经历 而后好借助还原其记忆 来交换女挖土 声音微顿 道和图洛书 下一个问题 他的历史身份 是谁 话音落下 和图洛书之上泛起流光 第718章记忆 阿赵的历史身份 这既不涉及某些超越天机的存在 也不会涉及到位格过高 凌驾于破碎后和图洛书之上 导致此刻的和图洛书完全无法推演 于是石碑上的纹路很快的完成了演化 石碑上的画面 从花殿中捧着花朵走出的少女阿赵微笑向阳 抬起头 毛子里的阳光转而暗淡忽闪 化作了青铜捧灯柱上的烛光 黑发盘起 眼角伴随着些许皱纹浮现的 还有绣袍之上繁复的纹路 回身一瞬 手中的捧花化作了一枚玉令 转身 扶秀柔软袖像是刀剑一般的刺破了空气 发出凌冽的声响 眼眸冰冷 俯瞰堂下滚滚珠宫 独属于人间皇者的气息浮现 魏渊脸上的微笑缓缓消失 看着石碑 像是和石碑画面中浮现出的 微言凌厉 心狠手辣 丝毫没有当年故人模样的女子 并脚白发微微扬起 一如当年长安游侠 五 赵 魏渊缓声低语 说不出是几分故人相见 有几分是欲要拔剑的敌意 朱九英端起茶展 是他 五庙计划 可以说他也是其中一员 人间的皇帝 选择将计划诏书留存于后 背后人所察觉 他知道女蛙图的所在 朱九英看向魏渊 道 需要本座询问吗 不必了 魏渊回答 他死死盯着何图洛书石碑 直到上面的纹路逐渐消失 道 这件事情 我去问他 何图洛书 他的记忆 此刻是否已经恢复 何图洛书本身就是残缺版本 一次性能够推演的情报有限 其上的纹路最后流动 回答道 未曾 出于某种原因 其记忆始终处于潜伏状态 而其复苏的根源 与一种极为博杂的天机混淆在一起 魏渊坐在那里 许久后道 看来他的复苏并不简单 或许和某些存在有关 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和女蛙图产生联系 圈元和行天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 朱九英念着茶盏 淡淡道 你要怎么做 杀他夺宝 杀了他 那还不至于 我斩杀十二元臣之后回去了 是他消耗了五周气韵 短暂避开了为元臣复仇的敌人 让我假死之后复苏 那一世虽年老德伯 孤单凌落 却也勉强算是善终 魏渊站起来 道 我尝试救过他 他拒绝了 他曾经尝试束缚我 我也拒绝了 如同于姬所言 最终的爱恨情仇 也不过只是过去岁月的点缀 对于儿今来说 也已经无法算作是根植心底的恨意 但是即便如此 我也仍旧明白一点 朱九英看到那一双眼睛 还像是雪叶离开长安的游侠 他从不需要我的原谅 而我 也绝不会原谅他 一直到魏渊离开了清醒之梦 轩辕都有点怂怂的 那种乖怂怂怂的 这气氛 似乎 当年丰厚难得生气 就是这个气氛 不得了 不得了 轩辕拍着胸膛 刚刚硬生生是半句话都没说 就在那儿闷着玩扑克 所谓的人黄河英雄 就是上古吉祥物 大家生气之后 轩辕是最容易被当作受气包的 大概就是不懂看气氛 还要乱开玩笑 就会被狂消一顿 这个和实力没有关系 因为朋友和情义 并非是以力量而分高下的 以力量而分了地位高下的情义 和因为财富便分出亲书一样 本身也算不上是什么真的好友 唯独白泽不用担心这个 故而对于姬轩辕来说 只要白泽在 他的地位最差最差 那也得是倒数第二 所以白泽很重要 阿冤这是有仇 是个只是有仇的话 便好了 朱九英饮茶 平淡道 他们自小相遇 彼此扶持 此人也曾经救过魏冤一次 是五妙计划的推手之一 因为五妙就是在他之后的几代皇帝开始推动 姑且也算一句远迈当时殷杰之才 恩威秉施 一时风流 若是从女子之身于玄州古代闯荡出帝王之位 评价还可尚服不少 这不挺好的 但是也是他 亲手杀死了冤的侄女 令他兄长唐玄藏死后不得魂归故里 而是被强行留存长安 只为了见陈渊一面 当时遮掩天机 救助魏冤之前 曾经呼唤少年时候称呼 而后趁着魏冤最后心软转身的时候 一剑刺入其心口 故而 救他是真 那一瞬间的背叛感同样是真 圈圆抽了口气 脸上浮现出淡疼的感觉 这 有些苦啊 他最后只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主九阴不治可否 世上的事情 无论是纯粹的恩 还是纯粹的仇 都很简单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便是了 但是世上的事情往往又无法如此地单纯 有恩有仇 恩仇交错 或许救了自己的 也和自己有血海深仇 也或许自己的恩人 最后反倒是背叛了自己 百般交错 故而称一句事实无常 于此方可不负人间百味之名 主九阴饮茶自语 就只好看他如何选择了 姬轩元感慨述生 道 对了 不过 他们之间的事情 主九阴你怎么知道地这么清楚 倒像是你那个时候也在人间 也和阿渊认识一样 哈哈哈哈 我的直觉从来没错过的 说说 你和阿渊怎么认识的 是不是特别有趣 特别精彩 姬轩元正在努力地改变这个沉重的氛围 主九阴 无声当年那从天而降 桀骜不驯的游侠二便活灵活现地浮现眼前 不知为何 左眼又腾起来 当时就应该像是刚刚那样 一巴掌把那游侠二拍在墙壁上 扣都扣不下来 手感真不错 主九阴冷哼一声 然后再度捏碎了一个茶杯 姬轩元 无声嘴角抽了抽 我这事 又搞砸了 韦渊睁开眼睛许久 看着博物馆的内饰 居然难得得走神了 当年在上学期间的时候 就常常看着墙壁出神 一走神就是一节课过去了 不过后来逐渐修行 这样的情况倒是越来越轻微了 五兆 为冤闭了闭眼 少年时候的两小无猜 还有后来相见的一幕幕 最后的狠辣无情 唯我独尊都浮现在眼前 说是世然 绝无可能 说是极强的杀鸡和恨意 其中又是否掺杂其他 却也难以分说 唯独无法原谅这一点清晰无比 唯独对方也绝不需要 他的原谅这一认知无比清晰 他站起身来 洗漱之后 吃过了早点 推开门走出博物馆 走出去的时候 隔壁的老狐狸书店 突然传来 哐郎哐郎的声音 而后一个水杯直接摔下来 苏玉儿 苏燕儿 胡梅三个清秋国的 狐足少女在二楼窗台呆滞的看着他 长身而立 白发是阿亮叔的 因为为管主不擅长留长发 当时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提起菜刀把自己的白发给削了 太阴悦华之路的效果简直极强 明明为冤还是那一副五官 但是眼角眉梢 眼瞳 牙齿 发亮发质的细微变化 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再度拉升 长身而立 目瞻长发 右手背负身后 对于苏燕儿苏玉儿三个小狐狸来说 那简直就是在窗台上吹吹风 就看到隔壁一下走出一只几千年的白狐狸精 那种巨大的冲击感 直接让他们三个都猛住 为冤摸了摸并角的头发 看着目瞪口呆的三只狐狸精 还好不是掉下来晾衣架子 付费了一句新门庆的剧情 为管主面不改色微笑着举起手机 咔嚓咔嚓咔嚓 伴随着闪光灯的声音 再度证明了自己涂山血统的纯正性 三只露出涂山市不该有的破绽的 狐仙手忙脚乱的反身跑回去 啪一下的把门关上 为管主想到这几个家伙前一段时间 在自己和爵出门约会的时候 给女娇发消息的恶行 愉悦的将三小只手忙脚乱的样子 发给女娇 哟哟哟 这不是涂山市的狐狸精吗 一段时间不见 怎么这么拉了啊 不会吧不会吧 涂山市的狐狸已经是这一副模样了吗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真的这些就已经是涂山市最优秀的狐妖了吧 点击发送 搞定收工 今天 涂山市清秋国主女娇的欧豆豆 再度不自量力且自信满满的 向自己的长姐发起了涂山市传统的早安挑衅决斗邀请 并且即将在过后不久被再度的碾压 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此刻的愉悦和轻松 直到她抬起头 白发如霜 看到前面从花店走出来的阿赵 阿 为管主 少女阿赵客气而礼貌的打了个招呼 一开始甚至于没感人 勤着微笑说话的时候 看到那一双幽深的黑桶 白发微扬 不知为何 思绪微顿 眼前如同冰块破碎 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白发 见仙人 幽深高远 高处不胜寒的宫殿当中 已经不复年少 濒临苍老的女帝把玩着手中的欲如意 眯着眼睛 整个天下都似乎在她的手中 旁边清俊脱俗的少女女观情着微笑 给她说些有趣的师姐们解乏 可是啊 年岁渐长 如诸葛武侯之所言 年雨时迟 亦雨日去 过往种种 皆如凋零 回忆起来 不过是一场大梦罢了 她在温暖的阳光下 眯着眼睛睡觉 一如当年年少时 在那一株花树下看雨 百无聊赖 心底乏味 直到旁边的少女 看出了她的无趣乏味 道 说起来啊 婉儿听说长安城出了 见有趣时儿 一位白发见仙人 仗见纵横而来 一口气凿穿了整个长安的护卫军 去了大雁塔佛寺 全藏大师的佛光设立居然和她共鸣 那位可是好多年前的绝世人物了啊 可那白发见仙的模样 却分明还很年轻 倒是和陛下您把玩的那幅画有七八成相似 陛下 陛下 女帝蒸蒸蒸诗神 手上之物坠下 欲如意和那一个花盆仿佛同时砸在地上 碎成鸡粉 白发见仙 少女阿赵抬起头 面容僵硬 记忆风起云涌 第七百一十九章水神 贡公 往日的记忆 一幕幕如同是倒映在水底的天空 在碎石砸入水面的涟漪之后 那记忆也逐渐的重新浮现出来 过去的经历和记忆让阿赵的神色微有苍白 眼底却仍旧镇定 道 这 魏冤管主 为何突然头发变白了 经历了一些事情而已 魏冤语气平淡 陈赵姑娘 近来可好 在下倒是有些事情想要询问一二 这个 倒是不巧 五赵眼底属于之前那位少女阿赵的愉快 轻松逐渐的收敛 但是这一幕非常地细微 几乎无法察觉到 他道 刚刚才从绝姐姐那里拿来了花 倒是被魏军主给吓了一跳 现在摔在这里 还得先跟绝姐姐道歉 然后把这路边儿的东西给收拾下 要不然的话 待会儿该要被隔壁阿姨说到了 非常自然的将话题引开 而且还给出了相当理所当然无法拒绝的理由 他指了纸地上的花盆碎片 再说 不小心伤了人也不好 为馆主是要出门吗 若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不如回来之后 我们再细谈 为冤注视着五赵 缓缓汗手 到 那么 下午的时候 我希望和陈赵姑娘 好好聊一聊 白发剑先转身夺步而去 并没有什么留恋 外貌仍旧温柔的少女睁开眼睛 眼底的稚嫩 温暖 属于那个少女阿赵的单纯部分飞快的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曾经让无数人结心中感寒的忧深 记忆塑造了性格 记忆缺失的时候 它可以是缺乏安全感的 甚至于逐渐融入到了老街的一员 就像是那个16岁的少女 但是记忆回归之后 她就只能是那个手段狠辣 与人与己不留半分余地的女帝 回到屋子里 取出了扫帚打扫这些东西的时候 她知道接下来可能是直接的摊牌和对质 她脑海里却默然想起了那一天的塔罗牌 正为皇帝 那是你的终点 解答 至高的权利 以及 精神上的绝对孤独 未冤出门也是确实是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既然之前已经和老天师打过招呼 那么她也就毫不客气 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地 痛痛快快地前往了龙虎山天师府 天师府 后山 莲花池 老道士呆滞 脚阿玄呆滞 一池莲花 或许是因为灵气的逐渐复苏 进一步提升 哪怕是这春日刚开的时间里 莲花池居然怒放了一池 十桌十椅 眼前之人白发青山 一只手撑着下巴 手指粘着一枚棋子敲击石桌 情貌懒散 但是气质却清冷 帅 黑猫类盘踞在怀中 脚鱼儿在旁边伸出手指编织这青年的白发 她也不在意 只是懒洋洋地敲击着棋盘 所谓真是世上无双客 时乃天静哲仙人 旁边有路过的其余道门女修看得世神 一脚踩空 挨压低语 骚得面色通红 老道仍将硬帝收回视线 看着前面一只手撑着下巴 手指粘着棋子 身侧稚嫩到同帮忙编织发便的某剑圣 明明这家伙一连清冷禁欲细道长剑圣的样子 但是老道是分明看到这混蛋背后九只狐狸尾巴甩啊甩的跟狗尾巴似的 你在暗爽对吧 你小子绝对在暗爽对吧 得意的连脸都不要了 听到那边再度传来女弟子撞到树的样子 老天师鹅脚轻筋崩起 咬牙切齿道 无量你个天尊 你个死狐狸精是来我这地方搞事的 是来坏我龙虎山弟子的道心的 不不不 我 柯柯 本座可是纯血纯魂的炎黄血液啊 你来我龙虎山干什么的 老天师冷笑道 你这个姿势都摆了一炷香了 为管主压抑道 咦 张道友你怎么知道我这白发柔顺不毛躁还特别有光泽的 同样满头白发的张若素 无声你特么就是来找茶的八壶力精 片刻后 老天师愤怒拍桌而起 做事要抽出贱披了眼前这混蛋白毛狐狸精 左右阿玄合照功名齐齐拉住 额头冷汗直冒 师兄 师兄冷静 天师 使不得啊天师 使不得 最后小鱼儿和凤四语将魏渊的白发编织起来 她的头发现在黑白相间 白发编织成发变 而后做了盘发的造型 并脚织上白发掺杂 五千载转世的仓谷幽远越发明显 魏渊端起茶 对面恨得牙痒痒的老天师道 所以 你来龙虎山 就是来显摆的 道也不是 魏渊神色郑重下来 道 确实是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希望向龙虎山要一些滋养魂魄的保药 二来 龙虎山久居道门魁守卫 应该知道不少擅长铸造练剑的修士宗门 我可能需要诸位帮忙 尝试中注一柄剑 她从绣袍里将数次交锋之后 龙柱画作的那一柄长安剑提出 放在桌上 老道额头跳了跳 伸出手指触碰着与其说是剑 不如说是一团混沌铁的长安剑 只觉得哪怕是在这山上清冷之处 仍旧有一股灼惹之气顺着手指指腹生腾起来 其中没法造诣堪称千古无二的老道人倒冲了了口冷气 你这是去干什么了 你的那柄剑可是淬炼过多少次了 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子 这事情一言难尽 那就长话短说 魏渊看了一眼金屋善念所画的赵公明 道大概就是和大荒的最后一位金屋前后交手了两次 第一次被熔断 第二次掉进了大荒的雷火之处 最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赵财神鹅脚抽了抽 魏渊闪电般出手 把财神爷的右眼眼皮按住 让他左眼跳了跳 嗯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这个没问题 经历过了大荒一行最终白白打工了的魏管主心中自语 非常虔诚地道了一句财神保重 旁边的老道人苦笑数声 道 算了 老道也就不惊讶了 或许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我居然觉得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反倒是理所当然的 你去了大荒 要是什么都没搞出来的话 反倒是不正常 老者心态洒脱 而后玩笑幽默道 说实话 你没有把那位天地的帝妃绑架了 老道是我都觉得你是不是功力退步了啊 哈哈哈哈 老道抚恤而笑 旁边金屋罩公民也无奈陪着笑 笑着笑着 两人发现对面的白发位管主却没有笑 非但没有笑 反倒是满脸惊讶叹服的表情 于是那两位也都慢慢的笑不出来 哈哈哈哈 你应该 不至于 老道人并脚白发被沾尸 魏渊叹服道 不愧是千年以来的第一天师 你要不要想想看 我为什么会和金屋打架 张若素 无声绑架了帝妃 和金屋交手 所以你这一次也和那位天地打过了 还有些什么事情 都说出来吧 老道是扛得住 魏渊道 不愧是你 其实也没多少事情 也就是大义真的转死为生 以及最重要的事情 他看向照公民 而后脸上的笑意收敛 到当年十日横空 以及大义射杀九日的原因 有疑似服系的存在 以此来和帝君对弈 一句落下 其实虽是脸上一惊一炸 但是基本已经逐渐习惯的老天师豁然起身 脸上神色几乎瞬间凝重 而照公民神色微明 一时间恍惚失神 张若素看了一眼龙虎山护法神将 道 福西 先天八卦 帝君 大荒天帝 魏渊补充道 或许 你用东皇太医来代替 会更熟悉 张若素脸上神色几惊变化 最终坐倒下来 脸上沉浸 却远比之前带着些许笑闹更是凝重 终究苦笑着叹息道 你这一次 可真的是带来了一个 足以搅动的三界和人间都乱糟糟的消息 这件事情本就存在 我提前发现 也是好事 魏渊不至可否 顺势反驳 道人点头叹道 这道也是 魏渊看向照公民 道 不过 财神你还记得你作为金屋时的事情吗 比如 你们当年 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时日横空的 我见长西 发现他好像不是纯粹娇满无礼的性格 地区也不是那样专横 西河应该也不至于无缘无故做出了时日横空的事情 照公民神色变化 四在回忆 你难道 西河 不 娘 他 他是 有人告诉他 未来会有 他是因为那个人 那个人是 赵公民温哼一声 下意识抬起手扶住额头 面容痛苦争鸣 本来浮现出来的记忆层层消散 不复存在 张若素叹息一声 身躯一晃 出现在了赵公民身后 并止一点 磅驳至极的法力浮现而出 强行令这位神将神魂稳定下来 照公民神色缓和 被盗人移到安魂法定住真灵 而后陷入沉睡 不必再问了 老盗人将正义玄谭元帅送回住处 道 他的神魂受过重伤 摄日见的特殊性会直接伤及真灵 所以以那九名金乌鸟的善性残余 才汇聚成他一人 等他慢慢回忆吧 这事情急不得的 为冤点了点头 然后低声道 摄日见 是福西交给大义的 张若素微正 玄疾只有苦笑 这事情 越发地麻烦了 为冤看了看昏睡过去的赵公民 道 不过 张道有你的实力 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不少 张若素无所谓道 并非是我的道横 而是这两千余年无数真修所 共同铸造的天宫福禄大阵更强了 他伸出手 复杂叹息 往日借用和调动这一股力量会有损耗 会需要复杂的过程 但是现在 却已经没有这些了 而除此之外 神州大地上的灵气也在飞快上升 百年间会出现天才的代率简直十倍于过去 这是 卫冤反应过来 张若素道 所以 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都在拼尽全力的想要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次大劫 对了 其实你不来 我也有事情要和你说 嗯 卫冤你有没有觉得 这天地有什么不同 卫冤皱眉沉思 而后道 共工的实力复苏程度 太快了 他是被分裂在九州的 失去了对于神代四海和无数水系的掌控 实力必然会大幅度下跌 想要恢复的话 应该要汇聚九州水脉 但是九州水脉已经被俄黄女英提前一步汇聚 照常理来说 共工的实力不可能复苏这么快 但是我回来的当天 就看到了河面出现了水族妖物 这不符合常理 张若素站在山巅看着远处 道 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事情 我们小去了那位水神共工啊 无论是从实力还是性格的刚列上 当年 羽王分裂他实力的方法就是切断了诸多水脉 分水而置之 而后汇聚力量将其击败 封印 这一次 他怎么可能还会做类似的事情 凡人都懂得吃一欠掌一掷 神州的学生们都会有错体本 作为天地万物基础元素之一的水神 怎么可能会跌在同一个坑 魏冤终于反应过来 发现自己终究还是漏算了一点 算错了贡公的性格 老人叹息 水系之力 在人间 并非神州独有啊 似乎是巧合 在老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天边突然传来了轰然奔走的雷鸣声音 磅薄的水气疯狂的升起 天地越发地幽蓝 魏冤踏步而起 从此地往外看去 看到东海沿岸 亦或者说神州沿海 水位瞬间暴涨数百米 一道道身影浮现出来 都缠绕着磅薄的水气 具备有神代的力量气息 或者手持冰刃 或者身后追随大军 气势雄阔以及 凯然游水淹神州之气势 恐怖至极 简直是要重演灭食洪灾 魏冤道 贡公 已经复苏了 张若素回答 是 也不是 阵法还存在 还在运转 这些 是人间借其余所有神代神系的诸多河神和海神 在你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贡公同时向全世界的所有海神水神腰战 当然 妖战的说法 只是我和你的解释 而为什么所有的水神全部出现迎战 是因为 他在七日之前 东海之上 亲手斩杀了西域海神波赛东 魏冤 他恢复多少实力了 不多 从封印来看 充其量复苏了一只手的战力 张若素回答 至于为何以此刻的战力 便单手妖战全世界所有神系 大概是 因为他毕竟是贡公 水神贡公 第七百二十章真正的强大 巅峰十大 归附了一只手的实力 便腰战全天下的神灵 哪怕是十大巅峰之中 会做出如此傲慢 却令人震动举动的 也唯独水神贡公 你要不周山老伯做出这么霸气侧漏的事情 完全不可能 魏冤远远地看到整个世界所有神系的海神全部出现在外 去看看 他对旁边的老道士低于 张若素点头 这么大的动静 哪怕只是为了防止交锋时候的水流激荡 伤及无辜 他们两个都必须赶过去 魏冤手里的长安剑都变成铁疙瘩了 旁边老道士反手拔出了雌熊龙虎剑当中的虎剑 抛给魏冤自己扣住另一柄更为修长的法剑 有时候他都觉得 祖师爷两把剑 该不会是为了随时招出赵公明 然后一人一把剑群欧对面吧 两人离开龙虎山 飞速前往沿海之处 而局势迅速的变化 根本不等待他们抵达 战斗就已经开始 公明声音极强 来自于提坦巨神神系的欧生纳斯的身躯庞大无比 海之女神泰西斯牵动了汪洋的怒吼 海洋之戏使特里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仿佛一千只面世的巨兽一起咆哮起来 连巨人都要为之动容 泡汉磅驳 四海之怒 整个人间的全部水神海神全部都在这里发起了冲锋 魏冤和张若素的顿光极快 一个是雷火萃体 阴阳合一 本身就有雷火之素 另一个在人间界可以沟通两千余年的天宫福禄大阵 不惜一切代价的话 其法力几乎可称乎为源源不断 取之不尽 从龙虎山抵达东海 可以说瞬息之间而已 而当他们抵达的时候 东海至上已经是遍地神血 身材高大 身高超过两米二 却身体匀称 只是给人修长完美之感的水神贡公五指张开 一位角色美人的咽喉已经被捏碎 倒在了水域里 右手背负身后 垂落在腰后的黑发扬起落下 而后五指微张 猛然握拳 于是四海之水 瞬间平定 超过地平线数百米的波涛轰然杂落 瞬间化作了风平浪静 先前那仿佛蔑视洪灾再现的一幕几乎如同幻梦一般的消散 拂袖横扫 巨浪崩散如同暴雨横扫四方 这些率领汪洋前来欲要吞灭神舟的海潮轰鸣着四散回流 撞击出了漩涡 雷霆 暴风 逆反而去 砸向其各大神系本身 赶来挑战 就要做好付出性命的觉悟 挑战者的荣耀和失败者的代价 从来都是一体的 悍然冲击 于是奥林匹斯圣山轰然震颤 而后在不敢置信的注视下 朝着一侧缓缓倾倒 北欧的世界树结界浮现出裂痕 曾经丁杀过奥丁的那棵树瞬间空尾一半之夜 罗马残余的巨大教堂轰然崩碎 尼罗河的命运纺织支线崩断 于是世界之上 漆海震颤 水流咆哮 一己之力同时对世界上残留的所有神系狠狠的一击 水神贡公瞳孔泛起金色 眸子微转 看向魏冤 并脚黑发微扬起 墨梢泛起幽蓝 脸颊上一缕不知是来自于何处神灵的血痕 脚踏着许多的传说 展现出无边杀伐之乡 贡公与专须争蒸地 贡公 上古之神 炎黄人亡之一 三界十大巅峰 魏冤瞳剧烈收缩 贡公代表着天地尖最基础元素的水 他当然知道 这个级别的神 和其余神系的海神有各本质的不同 其余神系的海神大多只是作为神灵 然后以海洋为全能的来源和领土 海神是神职 而贡公是诸水环绕簇拥的水神 水神 是根基 这是神职神在挑衅概念神的一场悲剧 西方神代无数的神灵不断征战以获得神职 海神之位不断的更迭换代 甚至于尝试吞并其余神职 顺便和人间的王朝联手成为城邦的保护神 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力量 而岁月远比这些神代漫长的神舟 乃至于大荒 三界 水神 自始至终 只有一位 为渊长中扣着雌雄龙虎剑的虎剑 身躯之上雷火迸发 将扑面而来的鲍鱼绞碎 这些海神不可能是贡公的对手 用海洋来对抗水神 这简直是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的事情 但是却也没有想到 这些海神的联军居然会溃败地如此迅速 简直是一触即溃 魏渊 贡公收回首掌 看着凌空而来的白发剑仙 看来 你终于找回自己 成为魏渊 而不是一个个渊的叠家了 面容俊美的水神微笑汗手 而后突然拂袖 七海轰鸣 无边的微能仿佛天地毁灭的前兆 这样磅薄的力量 一道流光以肉眼乃至于一时都难以察觉到的恐怖速度爆发贯穿而来 魏渊掌中雌雄龙虎剑之意猛地刺出 雷火交错 引动天地变化 天空云雾汇聚 瞬间压低 空然的名笑声音 无边的浪涛所化的猛兽苍龙在雷霆奔走之时崩碎 魏渊掌中的雌雄龙虎剑横蓝 一柄黄金色泽的三叉戟裹鞋雷霆 死死抵着他的剑锋 其上的力量被阴阳和一肢体转动散去 以阴兽之转环为阳 道门的道横化入此刻的弓体 便是阴阳转环之力 魏渊强行接住了这一招 将这一招的力量转化为攻杀之力 雷火交错 猛然反手一招 雷霆和烈焰交错在剑气之上 轰然名笑 重重展落 于是乌云自天而断 汪洋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痕 共攻复手而立 那棒薄浩瀚的雷火剑气擦着他的身躯轰然砸落 俊美的脸上毫无波澜 有意思 雷火粹体 阴阳合一 称天主地 福西 花黄 不忠 源自人族的福西传承 来自于帝郡的太阴太阳 不周山的法门 但是 你自己的剑呢 魏渊强行和此刻的贡公交手一次 平静到 和金屋一战 容了 原来如此 可惜 贡公若有所思 突然拂袖 在这海洋上漂浮着的诸多神兵力气 曾经在无数的神话当中闪耀着光彩的冰刃飞出 甚至于还有贡公自己的收藏 如同流星般砸向魏渊 最终砸在大地上 水神的三叉戟 劈开海浪的世界树树枝 召唤海啸和地震的号角 贡公道 拿去吧 不过 雷火之力吗 他若有所思 而后伸出手 人间的空间出现裂痕 重新执掌了人间水域的贡公 实力进一步复苏 他伸出右手 片刻后 缓缓收回 绣袍之上多少出现了裂痕 出现了和其面容不斜的部分 但是魏渊和张若素都笑不出 贡公右手握着一只手臂 那只苍镜有力的手臂上 还死死握着一柄雷霆模样的权杖 张若素呢喃 咒斯 贡公甩手将咒斯的断臂抛入海中 那柄代表着西方诸神之王全能的雷霆 权杖带着爆裂的雷光砸落在地 仍旧有蓝色 紫色乃至于黑色的雷霆在其上游走着 去想办法将你的那柄剑中柱 然后再来和我一战 战谷的水神身出手虚影 语气平淡且理所当然 虚弱的敌人没有杀死的价值 而既然要厮杀 那么当然要和全胜时候的对手较量 只有杀死这样的敌人 才有其价值 所以本座会帮助你恢复全胜 而后 无论你们是一起上 还是说一个一个来 都可以 本座会一一的将你们杀死 无名 贡公 水神贡公的语气从容 似乎回应天地七海的呼唤 而后站在东海之上 拂袖转身 步步而去 伴随着它的声音 天空突然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浩瀚宇宙中数量排名第一的元素为氢元素 排名第三的是氧元素 这些并非是人说创造 而是人所发现 而在这之前 他们便已经存在了诸多的岁月 甚至于氢元素和氧元素 也只是人类自己赋予的名字而已 此刻这无边浩瀚的力量汇聚 化作了巨大的汪洋 嗯 什么声音 这 这是 伦敦物都真理之门前的灰袍守护 折猛的抬起头 奥林匹斯圣山之上的神灵神色凝固 捂着断臂的宙斯不敢置信地看着天空 北欧的女武神们循着耳畔 突然响起来的水流轰鸣声 震动了双翼 魏渊看到在这一颗星球之外 无数的水被汇聚和创生出来 氢氧元素的结合 同样处于了水神的掌控之中 最终环绕着一颗星辰的中轨线 虚空之中 一条河流在伟丽的控制下奔涌着出现 阳光被折射散落四方 于是世界失去了黑夜 哪怕是在这个时间段处于星辰背面的国度 也在如同彩虹般折射的光芒下恢复了白昼 对于人间有害的那些能量 被水流曾遮蔽住 但是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无法言说的恐怖压迫 仓谷魂后的低鸣声音 有鲸鱼化作的妖物摇动尾巴 在星辰和人间之间的河流当中游动 这一幕无边壮阔 令整个人间失声 水神贡公被对着人间 道 所以 拼尽全力吧 人类 否则 本作并不介意 将这个人间 彻底化作水域之国 魏渊抬眸 看着仿佛要瞬间破坏人间的恐怖水域 无声的压迫流动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人的心底 不断蔓延 不断加重 神代的十大巅峰 究竟代表的是什么 魏渊终于明白 是哪怕重伤 昏迷 哪怕是未曾全胜 仍旧蔑视级别的战力